蔡阿姨住在杭州15号下午 她到拱树区环东公寓附近办事 蔡阿姨提供了照片 一家药店门口的地上有不少瓷砖碎片 旁边还有几位行人 采访时这家药店上方的外立面瓷砖缺了两块 应该就是当时掉落的 采访时这排商铺的墙上都贴起了当心高空坠物的标识 还有两间商铺门口已经拉起警戒线 这排商铺的门口是非机动车道和公交车站 人流量比较大 蔡阿姨有些担心 看到他们屋檐有人出来了的 那么他我问一下 我说这个时间多少 这房子建造时间多少 他说20年 那我就有一点悲哀的 咱们房子70年20年就这么啪啪往下掉了 我再看一下旁边 几块觉得缝隙都很大 那会不会也有随时掉下来的可能 最好呢就是看一下 其他的会不会有掉下来 因为万一杂到人都是不堪设想的 找到环东公寓的物业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 瓷砖掉落是因为建造年份久了 当天风也比较大 近时间我们拉紧接线 跟八国切物 我们切纸全部都检查一遍了 那么后续我们社区也会跟物业做好衔接 要求他们呢就是采取必要措施 对上面所有的就是外里面的这个有松动情况的这种情况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排查 昨天是排查是285号上面的 261号上面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往我们北面的这些建筑物的外墙上面也要上去 那么有必要的话动用维修基金把这个安全隐患彻底消除掉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